好了我们现在把这台全新的卫排新摩卡DHT PHEV呢是驾驶起来了 然后它的整个动力数据其实跟二款的车型相比呢啊在这一个最大轮距啊以及像是最大的马力呢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最大的变化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四驱系统了 那么它们现在是用上了长城家族的这个看家的本名就是HIFO的电子四驱以及呢这个四速的变速器 所以像是这个最高速啊以及急速呢其实相比起以往的二款车型呢都会有一定的优化以及提升 除此以外呢整个起售价相比起以往的版本也有了大幅度的下跌 那除此以外你可以看到像是电池容量呢 它们虽然相比起二款的版本呢有所下调了 那我当然就可能会看到哎为什么这个WRTC的纯电续航数据跟二款的版本它又不一样呢又下调了呢啊是不是透光减料这一类呢 但其实并不是的那因为它们这个版本呢加入了这个长城的看家本领就是HIFO的电子四驱呢 所以其实对于纯电的续航里程呢会有一定的差额的影响 所以整台车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很强很强 像我们现在在这种盘山公路当中去驾驶呢 就很考验整台车的一个侧情的支撑能力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将驾驶模式呢是设定到了四驱 然后整个动力的模式呢是纯电 那么在这种盘山公路当中去驾驶它呢 其实整台车在我们现在几乎是满载三个人的情况下面呢 去驾驶它呢其实还是很有任有余的 那对于女生而言可能跟男生相比呢平时在这样一种翻山越岭的公路当中去驾驶呢 它对动力的要求并没有男生如此之大 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对于车辆轻油的一个驾驶习惯 所以像是方向旁的助力我们现在调到是一个轻便的状态 你会发现这整台车的一个转向的精准性呢 它依然是可以得以保留的 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你会发现整台车在转向的时候 整个侧倾它也是很足够 所以我认为即使你是女生去驾驶这台新摩卡DXT PHEV呢 也是一件很从容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